田新竹市市長林志堅中華大學的碩士論文 涉嫌抄襲逐科的研究報告 國民黨昨天再度加碼爆料 林志堅呢 今天本來該這個碩士的論文 不但是抄襲逐科的研究報告 而且竟然還抄彭信 還誠信兩位同學的碩士論文 但是呢複製貼上還改錯 呼籲林志堅別再硬拗了 並且呢要林志堅涉嫌抄襲逐科研究報告 疑似設違法利益衝突一案 三天之內應該要公開說明 否則就要提告 當然針對這個部分呢 台北市議員王鴻威他在踢爆了 林志堅的幕僚事後 竟然還向中華大學下指導期 要幫林志堅脫罪 在他的市府團隊裡面 他只帶了少數的核心的成員 離開市政府跟他一起去選舉 而張立可呢就是其中之一 在7月4號的時候呢 他開始跟中華大學的老師來聯絡 用LINE的方式來聯絡 這個洋洋灑灑部分是提出了 對這整件事情的 他的一個說明 也就是怎麼樣為林志堅來逃脫 為什麼林志堅的親信可以對中華大學的老師來 來下指導期 這是非常離譜的事情 他說他已經有 這賀立行 王明朗還有陳明通老師的 具名聲明 所以據此 尚無討論道德瑕疵的必要 他還叫人家不能討論他的道德瑕疵 拿陳明通是來押中華大學 我王鴻威就救你中華大學的硕士論文跟你辯論 按照你所講的 你可以三兩下就把我撂倒嘛 對不對 因為這是你的論文啊 所以請問林志堅 你敢不敢跟王鴻威來辯論 昨天中華大學 已經有很充分的發了一個聲明稿 也強調董事會絕對沒有介入這個校園 尤其是在這個學術論文的一個審定委員會裡面 那我們也都會陸續的收集相關的資料 那如果有不實的指控 那我們都會有法律的行動 民進黨桃園市長參選林志堅 他的台大國發索的碩士論文 遭到指控涉嫌抄襲 台大現在已經展開了調查 目前台大正在進行新的校長 零選作業 當然對於這起重創聲譽 同時攸關台灣學術發展的論文案 聯合報特別逐一詢問 9名台大校長候選人的態度 其中有8個人都做出了回應 有一個人暫時不願意表態 大多數的候選人其實都說 學術誠信就是台大的核心價值 這件事情是無關政治黨派的 應該以學術倫理規範還有標準來做處理 好 傳言說在辭職之前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佈了新北市政府 提交的恩恩案調查報告 並且指出新北市政府疑似有兩項缺失 監察院已經針對此案啟動了調查 在野黨立委質疑的是指揮中心 你怎麼會選在這個時機點來公佈調查報告呢 恐怕是選舉機器啟動 選舉指揮中心應該要被廢除 但是呢 現在選舉的腳步已經慢慢近了 其實呢 各方陣營也是動作頻頻 民進黨確定提名林佳龍為新北市長參選之後呢 林佳龍他自誇說 林口跟五谷的交流道擴建 侯友宜過去解決不了 是自己在交通部長任內完成的 對此侯友宜也立刻提出了時間點來打臉 他說呢 這兩個交流道的擴建核定 都不是在林佳龍交通部長任內完成的 大家應該很清楚 林口交流道的塞車 長年以來一直都沒有解決 當時交通部署提出了 解決桃園市南出的雜道口 完全厚恥薄筆 漠視了林口人的聲音 後來交通部來巡查的時候 我代表林口地區代表新北市民 強烈的抗議反對 不能厚恥薄筆 叫林口地區作為一個藍出北入的雜套火 在這樣一個強烈的抗議底下 當一百一十年七月核定的時候 交通部林部長已經離開了 至於五股交流道 其實我們在一百零五年的五月二十五號 就訴求預算提出了一個改善工程的計畫 最重要的 那這跟一百零八年交通部的林部長 到任就有什麼關係 所以其實很多的事情 面對在選擇的過程當中 我們真的要打一個比較高規格 有品質的選擇 陳時中他的這個競選團隊 雖然已經就定位 但是現在傳出的是在二零一四年 曾經幫柯文哲 選上市長的團隊成員 也會來進駐陳時中的團隊 這當年呢 包含了幫柯文哲操盤 也幫助蔡英文入主總統府的文宣大將 也就是文化總會前秘書長林景昌 好林景昌呢 根據瞭解他在六月份就已經辭職了 推測很有可能就是要幫陳時中 來打台北市長的選戰佈局 其實陳時中對陳時中來說 有一堆人願意幫他他都很開心 因為他第一次選舉 今天在台北市議會裡面 討論的是什麼呢 已經討論到誰了 不是焦糖這種咖啦 是林景昌 大家對這個名字有沒有印象 林景昌剛好就在六月底 離開了文化總會 他文化總會秘書長已經交棒給李厚慶 然後呢他在六月中接受媒體訪問說 我不會投入年底選債 他是這樣講的 他說與其要人家懇請試票 不如我自己去買機票 講得很好聽啦 但是我告訴你今天柯文哲說什麼 柯文哲說我也聽說林景昌在裡面 在陳時中的團隊裡面 為什麼 中佩軍他直接問柯文哲說 昨天陳時中第一 大家注意看那個陳時中昨天的講話 他是念稿的 他桌上有一份稿子 而稿子裡面他是很認真的在讀稿 那這個稿子裡面提到一段 他說台北不如日本的東京 不如韓國的首爾 不如泰國的曼谷 然後你知道以前那個 那個八年前跑過這個柯文哲 突然想到那個時候 柯文哲喊了一句台北要超越新加坡 八年內要追上新加坡 所以他因為你不能跟柯文哲一樣哽 所以馬上把東京首爾曼谷拿出來 所以他們就說好像出自同一個團隊啊 結果柯文哲今天也說我看那個稿子好像是他 柯文哲自己都覺得很像啊 最瞭解林景昌的是誰 就是柯文哲啊 柯文哲不只2014的時候 他們講他叫什麼柯辦林志玲 林景昌那個時候整個選舉過程 沒有人知道他在幫柯文哲 一直到選後姚立民才說 我們辦公室有個叫志玲姐 然後才媒體才把他挖出來 原來是林景昌 後來因為他打了這場選戰 小英選總統的時候 他就在裡面幫推投食這些媒體行銷 就是他旗下的公司 然後接下來就做什麼 文化總會 文化總會做什麼呢 專門辦這種所謂的行銷宣傳的活動 所以當林景昌從這個位置離開要做什麼 當然是到民間辦選舉 但他絕對不會承認 XO醬不簡單 他必須要入住澎湖喜來登總統套房 你才可以吃到 嚐上這麼一口的頂級XO醬 好 掃描這個QR扣 貨照上快點購 你就可以享有折扣 把頂級的XO醬給帶回家